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升温 为了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花莲门诺医院从5月24号起开办试剧门诊 医生透过远端视讯功能向病患问诊 病医内外科以及家医科开设诊次 不仅解决病患看诊需求 也可以减少患者进出医院的机会 保护病人以及医疗人员的安全 要先确认一下你的症状 那我们看适不适合用一些药物 先搭配一些处理 随着疫情逐渐升温 花莲门诺医院为了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从5月24号开始配合健保署 推出视讯门诊服务 只要是门诊病患或病患稳定 且长期有在领取慢性处方签的民众 都可以透过括号专线提前预约 因为在这个疫情的状态 其实很多病患或是病患的家属 对于来到医院会很有疑虑 那我们也不希望就说病患多来到医院 所以针对一些慢性在我们医院 长期看的一些病患 然后病患稳定的病患 提供视讯问诊这项服务 就是希望家人或是病患本身 打听外线向本院的业务科 预约这个服务这样子 那业务科会在跟民众会介绍说 我们需要下载怎样的软体 然后什么样的医师 然后在什么样的时间 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 而针对慢性病患不能中断的用药 门诺医院也在仁爱楼一楼 设置了院外批架柜台 不管是批架还是领药 全程都可以在院外完成 让民众安心不少 我觉得这样虽然对民众比较麻烦 但是比较安全 很好 这个是一个外面的场所 我们里面的门其实关着 这病人并不会进到里面 那我们也为了照顾我们的病人 所以还是提供慢性处方线 那这些病人如果来领的时候 他只是来领药 我们希望他是不要进到医院里面 在外面就能领 所以我们分流 所以我们今天规划一个 病人没有进到医院 就能够领到我们的慢性处方线 这个这样的规划 门诺医院也强调 目前在院内只要是非紧急治疗 一律都暂停服务 但只要是持有慢性处方线 视讯诊疗疗 电话问诊 居家医疗需要领药的人 都可以在院外 批架柜台完成取药 不用再进到院区内 而服务时间是 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12点 下午1点到5点 周六则是上午8点到下午1点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